你把你所修学的 全变成世间的福报 将来到哪里去 到月节天 四节天 五四节天 就想福了 福享尽了 你要想得 你还有罪报 这个不能不知道 你造的一些物业 福享尽了 灾祸就来了 摄像之体 非吉非照 吉是清清清 照光明普照 它有没有吉有没有照 有 但是在提上这个吉照 它引起来了 它不起作用 就是本资 具足 它什么都没有 你不能说它有 它有呢 起作用的是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 你不能说它有 非吉非照 而福 吉而横照 照而横及 就在起作用 就在起作用的时候 向上 我们将这个 屏幕画面上 吉而横照 吉而横照 淹心不二 吉是隐 照是谢 谁谢呢 现而 常吉 我用这两个字讲 大家就好懂 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这个事实真相 必须真正参透了 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坛只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这两句话了 你就明白了 积而横照 照而横及 换一个字也一样的意思 换一个白一点 大家更好懂一点 积而长照 照而长起 横跟长是一个意思 用长句白一点 大家好懂 积而长照 照而长起 你在所有现象里 不管 是然还是进 是善 还是窝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 都不能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就错了 都不可以 当然 更不能够有分别执着 有分别 你就大错了 有执着 大错里头有大错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切法 从心向神 你有分别 你看 你把十报图 就变成方便图了 方便图了 四身法界 你有执着 把方便图就变成同居图了 就变成六大轮回了 都是别人做的 跟别人毫不相关 主要知道 跟佛菩萨不相关 跟上帝也不相关 跟严老王也不相关 跟一切外援 统统不相关 谁干的呢 自己念头在作祟 这是事实真相 你必须搞清楚 搞明白的 佛法修学上 这三个学位 一切众生 过过都有分 只要你不执着了 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 恭喜你 第一个学位拿到了 阿罗汉 这个学位拿到了 六道就没有了 为什么 六道是执着 变现出来的 没有执着 就没有六道 没有分别 就没有四身法解 就没有方便 由于土 你的位置提升了 提升到菩萨了 正等正觉了 再进一步 不大 不执着 不分别 连起心动念 也放下了 那恭喜你 你又进了一步 你到顶上去了 你成了 无上正等正觉 你把最高的学位 拿到了 佛陀 佛陀好像现在 学校里 波斯学位 菩萨硕士学位 阿罗汉 阿罗汉学士学位 你有成就了 这三个学位 都没拿到 虽然学父 怎么用功 你出不了 六道轮回 你把你修学的 全变成世间的福报了 将来到哪里去 到月节天 四节天 五四节天 就像福了 福相近的 你要想的 你还有罪报 这个不能不知道 你造的一些物业 福相近了 灾祸就来了 签命的 要还命 欠债的 要还钱 我们真搞清楚 这个事实 真相 我们再也不欠众生命了 决定不杀神 不伤害众生 再也不占人便宜了 不欠债了 贫困到死 也甘心情愿死去 也不贪一点便宜 也不夺取众生的生命 来维护自己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 错了 因为说 神不生活 神有生命 灵性 灵性不神不明 我要照顾灵性 我不要照顾出生 明白人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 最苦贵的 是明白了 明白人就叫圣人 中国人叫圣人 印度人称佛 你看佛的一个意思 这是英语过来的意思是 决定 觉悟的人 中国人叫圣人 圣什么意思 明白的人 他不糊涂 他明白 佛不迷惑 他觉悟 阿罗汉 菩萨都已经觉悟了 不圆满 究竟圆满的就成佛 这些名词的意思 一定要正确的理解 然后我们学佛 才学到真东西 真实受用啊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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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